假設這個程式不OK對不對 你寫錯了也沒關係 至少你要會加模組 那程式在哪邊有呢 雲端上這邊就有啦 其實就這兩段啦 在雲端白板的第14頁的地方 你可以Ctrl-C 然後呢直接Ctrl-V貼上 都沒關係啦 那就一模一樣了 如果說假設啊 比如說你自己打的打錯了 那怎麼辦沒關係啊 你就貼貼看嘛 貼上去比較一下就知道 哪邊錯嘛 就看出來了 最怕就是你在那邊 胡亂試喔 再怎麼試說真的 其實 像這個公式最麻煩就是 你只要貼錯 我建議你剛才重做算 為什麼 因為你剛要找那個錯誤 打不如直接重來 會比較快一點點 OK 說真的啦 這一串主要 是只是說 把那個一個單引號 改成兩個單引號而已 其他都沒做什麼事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第二個步驟就是說 誒 我如果假設執行的話 執行特別是喔 游標放在這個Sub跟EndSub中間 然後按執行 他就會把這個動作幫你把它執行 因為目前就一行程式 所以也只會做一件事 可是如果你有十行程式 他就做十件事情 那如果一百行程式 那就做一百件的事情了 甚至有的程式寫到萬行 幾十萬行都有可能 所以你會發現喔 現在很多程式 甚至慢慢你會發現太恐怖了 也甚至比人的思考還要更強大 而且甚至喔 有一些程式 可能連工程師自己都搞不清楚 說到底這程式寫出來能夠做什麼 OK 他其實有的時候還具有智慧 所以未來的世界喔 像那個電影裡面講的 我是覺得也蠻有可能的 以後 就是他會自己去思考 然後自己去判斷 自己去改變 那怎麼辦 以後 這個 所以有的 當然畢竟還是人寫出來的啦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假如我們剛剛的部分 假設我剛剛名稱好像叫門號 門號 如果要 在雲端上我的名稱好像叫底線公式 在這個名稱改不改沒關係 剛剛上面我也叫門號清除 好 OK 假設這兩個名稱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做第二個動作 什麼動作 就是說 欸 你想說 老師 那我現在只有一個啊 那如果假設希望 可不可以幫我把它從頭到尾 比如說這邊是第二列嘛 然後如果到最下面的Ctrl向下 欸到101列 欸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幫我從第二列喔 的那個1 2裡面一直輸出 全部輸出的話 那再來的話你需要學會什麼 欸學會第二個東西 在那個VBA裡面喔 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不管是VBA啦 其他語言也是一樣 會有一個所謂的回圈 那什麼叫回圈喔 直接講白話的意思是幫你重複做的意思 欸 重複幫你做什麼事 欸 意思是幫我重複做喔 從第二列一直做到101列 但是你必須要跟他講喔 欸 我重複做的敘述方法 你要讓他知道一下 啊 特別是喔 如果假如是一個範圍的話 一般會用所謂的for回圈 所以for回圈可能要慢慢習慣一下 請你在這個sub底下這邊喔 增加一個回圈敘述 那敘述方法都蠻固定的喔 他一定是for開始 for 後面的話空一格 加上個變數 變數名稱一般習慣用i啦 fori等於 第幾列呢 第二列 所以你跟他講2 空一格 到就2 空一格101 Enter兩下 如果有for的話呢 一定要有nest 這樣子的話呢 就跟他講喔 你幫我重複做喔 在哪個範圍 在第二列到第101列 好 範圍跟你講囉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什麼 把底下這一行喔 記得喔 把它搬到哪裡 搬到fornest的中間 那建議是 放進來之後喔 接下來請你按個TAB鍵 為什麼要TAB鍵喔 因為 我們是在這個回圈裡面做什麼事情 所以一般程式的去處喔 通常呢 會再多一個縮排 這個縮排當你不加也沒關係 可是喔 以後程式看起來會很痛苦 所以通常呢 如果我有加縮排的地方 我建議你慢慢要 試著喔 習慣加一下縮排 然後呢 架構大概就這樣一個SUB 這個SUB裡面的話 有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的話呢 就做底下的事情 OK 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現在把它執行的話 它其實 理論上應該還是不會動啦 那我們只要改幾個地方 它應該就改變了 什麼地方呢 因為我剛剛講過嘛 I這個詞 它會重複幫你產生 那會重複幫你產生的範圍 就是2 到101 所以呢 你只要把Sales裡面的這個什麼 列號的部分有沒有 改成I就可以了 OK 所以喔 第一個 For I有沒有 那就把I I是個變數 它的變動範圍在2到101 那我就把這個I怎麼樣 放到這個Sales的第一個參數裡面就可以了 好 那放進去之後的話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OK 回圈囉 按執行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 當我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它因為呢 它先第二嘛 所以12 輸出什麼 輸出這個 這個不是剛剛的東西 所以NAS之後的話 它又回來了 回來之後 I就變多少 I就變2 就變3了 所以再下來之後呢 那就變13了 13放什麼 還是放一樣的東西 那再來4 還是放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想說 老師那不對啊 應該不是 放一樣的公式 而是應該放什麼 底下這個應該什麼 不是F2 應該是F3 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 底下的部分 應該這個數字怎麼樣 也要跟著變動 也就是說這個裡面 只要2的地方 必須呢 通通也要跟這個 Sales的前面這個參數呢 做一樣的事情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什麼 把那個 F2改成FI 跟各位講一下 這裡面的話牽涉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在Sales裡面這個地方 是可以放一個數字 它是被允許的 可是呢 這一個 有沒有 雙號裡面的話 在程式裡面 它是把它當文字看待 它不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不能直接這樣放 如果你這樣放 執行你會發現 哇 它變成錯誤了 為什麼 因為它不認得這個東西 它就把它當成I來解析 I這個時候 就變成一個文字了 它就不會是數字喔 那我要怎麼樣讓它可以變成數字 放在文字的中間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就有概念 必須要串接 這個串接的概念 跟那個 Excel裡面公司那個還蠻像 就是中間要加M的符號 才可以串在一起喔 那怎麼串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能要 我把剛剛這個公司 Ctrl Z一下 把它恢復 有個簡單的規則 如果你實在不能理解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背口訣算 就像說剛開始那個 我們背九十八表一樣 我發現九十八表 我發現九十八表老師不太解釋 你把它背 1乘1等於1 1乘2等於1 為什麼 然後一直背一直背 最後大家都背起來了 然後他問你為什麼 不知道 老師叫我背就對了 背起來就對了 然後發現這個方法很OK 為什麼 因為我又解釋說 我要怎麼樣把I串在中間 後來發現解釋很多遍 學生還是不太懂 然後呢 但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他終於懂了 我就說不然這樣好了 你先把口訣記下來 然後之後你慢慢思考為什麼 待會兒我也會講 OK 我會一邊做一邊講 但是如果你暫時不知道 請你先把口訣背下來 那什麼口訣呢 就是如何把這個2 變成I的這個口訣 很簡單 1 請你把2的部分喔 選起來 然後呢先雙語號兩個 為什麼雙語號兩個 因為呢我先把這個文字 切開成變兩個了 一個前面一個後面對號 那中間的話要串在一起 串怎麼串 and符號兩個 那串什麼東西呢 串一個I在中間 所以你把I放在中間 那特別之一 在VBA裡面的and符號 前後要空格 就跟英文字一樣 因為and 其實就是and的縮寫 然後把and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就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呢 要把剛剛的2 放一個I在裡面 那你想說還是記不起來 我做一次 你要背口 我覺得是 1 把2選起來 2的話呢 兩個雙語號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再空格 這樣OK了 再做一次好了 選起來 兩個雙語號 移到中間 兩個and 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 然後呢 把and 控開 這樣就OK了 好 那這個動作 主要的目的 就是呢 把原來一整串的文字 切開來變兩個 所以一個頭一個 中間的話 因為 你如果文字跟文字 或者文字跟其他數字 要串接的話 必須透過and的符號 那我們這個時候 才可以把那個I放在中間 所以特別是它原來這裡面是F2 那如果你要把F2 改成I的話 記得是這樣的方法 所以這邊一個 這邊兩個 這邊三個 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這樣OK之後的話 我們來把它執行 如果執行之後呢 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 你會發現Ctrl向下 OK了 到101嘛 沒問題 Ctrl向上 沒問題 那清除的話怎麼清除 一樣 清除更簡單 第一步的話呢 一樣把FOR迴圈放在這裡面 然後有個NAS 我們打個NAS 然後把這個的話呢 搬到這裡面 然後並且按個TAB鍵 然後呢把這邊的話呢 改成I就可以了 那因為呢 它後面不需要 串I嘛 所以其實更簡單 那如果你 把這個回圈放進來 它意思是說 幫我把這裡面 所有都變成空的 有沒有 啊等於就是什麼 等於就清除的意思啦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都清空了 OK 然後呢 我們就是 這邊再執行一下 OK 然後這邊就清除 好那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一個喔 只有輸出一個 一二儲存格 變成所有的儲存格 主要呢 有幾個重點 一 請你在這邊 增加一個FOR迴圈 然後把剛剛那一段 程式放在中間 按TAB鍵 二的話呢 記得喔 本來這邊是F2 一個喔 要變成這樣 說完的話兩個移到中間 按的兩個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 然後把按的前後空開來 一個 兩個 三個 那清除的話 其實也是雷同 一個回圈 那最後記得喔 把這個 本來是一二吧 變成 I 這樣的話 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後面不需要做這個 就一個 塞一個空的值給它就好 OK 好 那請各位呢 試試看喔 先再 加上 VPA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功能 就是回圈 來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